这王德峰教授有一个严重问题啊 就是对他不懂的领域 和他专业无关的领域啊 也特别喜欢大发议论 妄下辞黄 因此制造很多笑话 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他大谈英国脱欧 说英国为什么脱欧呢 原因就是啊 英国人入欧乃至加入全球化 英国大资产阶级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获利 老百姓没得到利益 因此啊 多数百姓投票 脱了欧 王德峰教授阶级斗争意识还很强 但是各位啊 了解点国际知识的人都知道 英国投的原因啊非常复杂 其中有日不落帝国 那种传统的高傲 有主权问题 有移民问题 由于啊 有政治的经济的民族的文化的多种原因所形成的 那么一次国家决策 全都被王德峰教授解释成了阶级斗争 如果我们英国脱欧之后 英国大资产阶级就不搞自由投资和自由贸易了 那么英国的伦敦就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了 英龙三岛就脱离了全球化了 王教授怎么解释 如我们再问 当初投票脱欧的本来就是微弱多数 如今呢 赞成入欧的又占了多数 如果再投票 那恐怕又要入欧了 王教授又怎么解释 你到处冒充大明白 对自己根本不懂的领域 不懂的问题 大放厥词啊 妄下词黄啊 怎么能够不治疗笑话呢 王教授啊 除了知识错误和价值观的错误 就剩下一句话了 人生在世啊 总要做事 我如果说 王教授啊 你这是一个哲学教授 不应该讲的废话 那么过分吗 请不吝点赞